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8月13号的新眼光 我们一起来祈祷 向主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 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安慰 祷告奉觉顺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到耶利米书24章1到10节 我们要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王 从耶路撒冷把约雅经的儿子 有大王 约雅经 有大国的官员 匠人和济公 辱到巴比伦去 这事件以后 向主让我看见圣殿前面摆着两楼五花果 第一楼盛满出手的好五花果 另一楼盛满不能吃的坏五花果 上主问我耶利米亚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五花果 好的很好坏的很坏 坏到不能吃 于是上主对我说 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要把那些卤到巴比伦的人当作好五花果 善待他们 我要特别看顾他们 把他们带回这块土地 我要建立他们 不是拆毁他们 我要栽培他们 不是拔除他们 我要使他们有信心 承认我是上主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因为他们将一心一意归向我 至于 犹大王 西加埃及他左右的官员和残存的耶路撒冷人 无论是留在这里或是逃到埃及去的 我上主要把他们当作坏到不能吃的五花果 我要使他们遭遇大灾难 让万国的人都看了都惊骇 在我流放他们的地方 被人讥笑 讽刺 戏弄和诅咒 我要用战争 饥谎和瘟疫 消灭他们 在我赐给他们和他们祖先的地上 一个也不存留 我们今天所读的24章当中的背景 是在犹大国他们约亚金王第一次被掳 在祖先97年的时候 被掳的人当中有国王官员 匠人 纪公 都被掳到巴比伦去 相对应的经文我们可以看《猎王记》下24章 那留在本地的人 他们以为他们是劫后余生 他们以为他们是那残存的 不用再遭受被掳欺压或等等 他国的这样子的 他国侵犯的这种感觉 他们抱着一种 他们得胜了 他们留在那里的那个心态 可是上帝却在那之后对他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意象 在这个上帝所用的这个意象的信息当中 好像说到了被掳的人即将要归回 而留在原来的地方 或是逃亡到其他地方的那些人 反倒要被上帝消灭 可是为什么上帝要除灭那些留在耶路撒的人呢 而且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都不存留 其实这个在之后耶利米27章之后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个端倪就是基本上就是 王或者是官员或者是百姓 不听上帝的话 然后联合起来策动其他的国家来对抗巴比文 但是这个是上帝不允许的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当中提到了两楼无花果 一个是好的无花果 一个是坏到不能吃的无花果 其中特别你看第二节的形容 它说一个胜满出熟的好无花果 这个胜满出熟好无花果 是差不多在六月左右会被无花果会出产 那用这个好跟坏来相比较两种人 那很有意思的是 如果我们不了解犹太人对于奉献土产 或者奉献物品 或奉献的这样的精神 我们会不了解好跟坏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就要来看生命记26章里面所讲的 我们了解以色列人的背景 摩西之约里头所说的 我们就会知道那个一针见血 奉献出熟果子这样的事情 不过我只记载奉献土产的部分了 如果你要仔细看 你就再回去看生命记26章 26章告诉我们说 你们占领了上主 你们上帝要赐给你们的土地 在那定居之后 你们要最先收成的那些土产 放在篮子上面 然后带到你们上帝所选定的敬拜的地方 然后带到那边之后 还要祭师把你们篮子收下 然后奉献在祭坛上面 那这样子是要做一个奉献 然后要在那里说 在那个流程里头说 上帝曾经带我们脱离那个苦境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上帝 所以到第十节的时候就 我们就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 上主啊我要把你所献上的出手的土产献给你 然后这是祭师所说的话 于是他们就要背诵 背诵然后在那边敬拜上帝 我们看到十一节它说 你们要为上主你们的上帝 施给你们的丰收欢乐 也要在其中请力为了一起居住同在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是 奉献出所的果子是为了奉献上帝跟分享 让那些寄居的或者是立位人 或者是孤儿寡妇可以吃饱 也就是说献给上帝的东西 是要最先成熟的来献上 而不是献那个不好的坏的 所以当然如果你知道 身边记里头的这样子来 你就会知道当你奉献给上帝的时候 那不会是奉献那个坏的 一定是奉献出手 出手成熟的果子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反省就是 我们是否常常将 我们的好的果子献给上帝 我们是不是常常将最好的献给上帝 或者是我们都是将 我们自己不要的 或者是觉得有胜的来奉献给上帝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在一行大行的礼拜的聚会当中 就是一场联合的聚会当中 在奉献的时候 有一个信徒他并没有奉献 他并没有预备奉献的费用 他手上是空的 但是奉献带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将空的手放进 那个奉献带里面 做一个假装奉献的动作 这样的奉献态度 确实是有藐视以及诋毁上帝的意思 如果我们没有面对 我们可以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 跟面对上帝说 我们这一次没有预备好奉献 但是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假动作 这位假信徒就如同献上坏的无花果 一样把那个坏的 把那个没有真心的 把那个自己不要的奉献到上帝面前 现在坏的无花果的人 他用什么样的心态奉献 就好像用空手放进奉献带一样 他跟上帝的关系 存在的就是欺骗跟悲逆 所以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好的无花果的人 是一心一意归向上帝的人 坏到不能吃的无花果 是那个偏行挤入悲逆上帝的人 我们在这里真的要有一个很好的反省 因为上帝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们 那些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留在耶路上要得到大福的人 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在悲逆当中 去惊艳那个争战 饥荒和瘟疫的毁灭 那些被辱到巴比伦的人 虽然他们饱受震惊 可是他们却要在恐慌当中仰望上帝 在忏悔当中转向上帝 而且要专心一意的敬拜上帝 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得蒙救赎 经历上帝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上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 即使有很多纷乱 甚至有疫情的恐慌 但是能让我们可以献上我们自己最好的在你面前 让我们在惊慌受挫当中仰望你的面 让我们在怅悔当中转向你 让我们在敬拜当中遇见你 祷告奉绝出的名求 阿们